犹太资本首次同中国交手发生在晚清 清廷溃不成军 彼时索罗斯还在打怪升级 进入二十世纪以来 索罗斯成了犹太资本当仁不让的带头大哥 1969年 他拉来好友罗杰斯 组建了后来令全球央行文风丧胆的量子基金前身 双英基金 两个人都号称金融天才 既然是天才 就不愿意单一地买卖某一只股票欺货啥的 那样玩太掉价 他们喜欢找各国的央行玩 二十世纪最后十年 索罗斯进入人生巅峰 打遍全球无敌手 有点孤独求败的感觉 只是他和他的犹太资本们万万没有想到 香港一亿竟然成了他人生的滑铁炉 也成了犹太资本至今挥之不去的噩梦 1997年3月 索罗斯等犹太资本带住了一个机会 泰国经济日益恶化 他们一冲而上 继续用几百英镑的模式狙击泰铢 泰国政府十分坚强 在5月份让索罗斯再次亏损3亿多美元 犹太资本自然不甘心 于6月份再次集结天量资金暴击泰铢 泰国政府很快就招架不住了 150多亿美元的外债瞬间灰飞烟灭 3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披挂上阵立即就被打光 这一次犹太资本卷走了泰国差不多40来亿美元 然后乘胜追击 狂扫大马 韩国和印尼等无不所向披靡 即便如此 贪心不足的犹太资本 还是把目光瞄准了香港 不过 这次他们踢到的不仅仅是钢板 而是铁三角 最终杀鱼而归 1997年7月13日 一些先头部队首先对港币发动了第一轮进攻 香港金管局根本就没有把这些小喽喽放在眼里 轻松一招提高港币利率 就把这些国际游资小喽喽击退了 21日 索罗斯战队加入战斗 大佬毕竟是大佬 港币应声下挫250个百分点 同行拆截利率暴涨1.4%以上 香港市民的恐慌情绪开始蔓延 很多人拥挤到银行外面击兑 香港金管局立即再次加息 同时警告各大银行严禁客户参与做空港币 为了稳定香港市民的恐慌情绪 内地开始发声 直言在必要时 内地央行将会帮助香港金管局渡过难关 四天后 还召集亚太十一国在上海开会 并发表了亚洲经济稳定且向好的联合声明 索罗斯等犹太资本家 对此自然是不相信的 在这次损失数亿美元后 并没有收手的迹象 8月15日 犹太资本再次集结40亿港元 砸向香港会市 港币美元汇率两度跌破7.75 一的警戒线直逼7.73比一 横值也暴跌400多点 汇率最后虽然保住了 香港金管局也发现了两个蹊跷的事情 犹太资本两次损失不小 他们却像屁事没发生一样 9月17日 各国央行行长 财长在香港召开了一次国际金融盛会 会后 大家表示亚洲金融风暴结束了 犹太资本大鳄还公开表示 不会做空香港金融 释出反常币有妖 香港金管局开始绷紧了神经 果然 进入10月份 亚洲股市再次出现 国际资本做空的迹象 随后 媒体上关于港元会大幅度贬值的相关内容 分支塌来 10月21日 犹太资本的港币卖盘蜂拥而出 仅仅三天时间 一千多亿港元就砸向了会市 港币美元汇率再次暴跌到7.80比1 距离警界线仅仅一步之遥 这种疯狂的砸盘方式 再次引发了香港居民的挤兑潮 各大银行 里里外外人头攒动 香港金管局再次出手提高利率 要求各大银行严格禁止客户参与做空港币 控制银行间拆解 做空资本突然就停止了操作 金管局 任志刚 已为自己的策略发挥作用了 其实并不是这样 反而是任志刚 险些重计 到10月28日 4400点的横止跌幅 让大家突然觉得 犹太资本的主攻方向 似乎并不在会市 如果在会市的话 犹太资本自攻击港币以来 几乎全部是亏损 他们为什么对亏本生意 还乐此不疲呢 而且 每次香港金管局一出手提高利率 这些犹太资本就停止了攻击 这不符合任何一个资本家的逻辑呀 在1998年1月份 6月份和7月份 犹太资本像 97年10月份那样 如法炮制了三次 这三次 也是香港金管局 打出提高利率的王牌 并服以禁止客户参与做空港币 控制银行间拆解后 也全部眼齐息鼓了 8月份 统计资料显示 量子基金持有港币期货40亿空单 香港金管局如梦初醒 原来索罗斯等犹太资本 再玩声东击西的把戏 也就是说 香港金管局把港币汇率保住了 犹太资本在汇市上亏钱了 但是他们在股市合起市场又赚回来了 犹太资本打压港币汇率 香港金管局提高利率和控制银行同意拆解 这就会导致股市上的资金回流到银行 资金流出 香港股票就下跌 犹太资本做空股票赚钱 香港股票下跌 必然导致横止和横止期货下跌 犹太资本做空横止期货赚钱 这种声东击西的战法 在开始具有很大的迷惑性 因为汇率的稳定 关系到国家或者地区民众的安定 政府又不得不出手救市 按照自由市场的要求 港府似乎只有提高利率一种选择 当香港金管局意识到犹太资本的意图 以及自己有限的应对措施后 他们发现 自己所面临的挑战 凭自己一己之力 几乎难以同犹太资本抗衡 香港政府随即向中央政府进行了汇报 中央政府十分重视 立即组织了特别工作小组应对 港府同犹太资本的决斗还没有进行 就传来了两个不利消息 香港该年二季度失业率 穿升到4.8% GDP增长率为5% 8月3日 汇丰控股宣布 利润同比大降16% 其股价应声大跌5.29% 导致恒指跌到7700点下方 犹太资本抓住机会 在第二天调动资源 于5日发动首轮进攻 短短三天时间 就抛空了528亿港元 这一次 港府直接拿出财政资金 硬生生接住了大抛盘 最终保住了港币美元汇率 7.75比1的警戒线 10日 犹太资本发动第二轮攻击 三天后 恒指已经抵达6660点 香港金管局只好安排资金 秘密进入股市托盘 当晚 财长曾殷权请示董建华 董建华批准政府资金救市 14日 曾殷权召开了具有象征意义的 铁三角发布会 宣布港府战队入场 港府战队其实有点出师不利 当天全球股市大跌 或许是让香港股民看到了希望 恒指当天竟然逆势大涨8% 经过两天的周末休市后 犹太资本再次逮住了一个大机会 8月17日 全球股市比上周五还跌得更加惨不忍睹 只是犹太资本高兴得太早了 这一天是我国抗战胜利日 港交所放假 这让港府成功躲过了一大劫 不过 港府丝毫不敢松切 接下来的战斗将会更加惨烈 等到8月18日港交所开始时 国际股市由于连续两天大跌 已经进入技术回酬阶段 犹太资本和港府战队竟然拉锯战状态 第二天 港府战队把恒指强行拉升412点 第三天再次拉升120点 21日 连下两成的犹太资本 发起第二轮攻击战的反扑 八家机构疯狂把恒指砸掉215点 周末 全球媒体对这次金融战 以关恶之战的说法大势报道 大量使用了军事术语 很多人都以为香港地区 真枪实弹地打起来了 24日 第三轮港府战队和犹太资本战队开打 港府战队先发制人 一举推进318点 第二天 双方又进入拉锯战 26日 内地金融明帝五和金融中央军抵达香港 港府战队却在尾盘取消了全部买盘 恒指回落160多点 恒指期货回落300多点 大部队已经来了 港府战队为什么要这样操作呢 不是应该更上一层楼吗 当晚 中央军告诉曾殷全 目前带来的弹药有600亿港元 另外 中央外会储备1280多亿美元 随时可以拉上战场 曾殷全听了 眼泪夺眶而出 港府不敢动用你们的钱啊 此一战如果失败了 我们对不起600多万香港市民 虽然今天我们尾盘测试了一下对方的实力 有几分取胜的把握 但是战况是不断变化的 如果把中央的钱搭进去也输了 我们怎么面对十多亿内地人民啊 中央军领导斩钉截铁地告诉曾殷全 香港是刚刚回到母亲怀抱的孩子 中央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他 内地金融民第五似乎对此不屑一顾 坚持要参战 港府工作人员让他们明天先观战一天再说 10月27日十点整 第三轮第二次争夺战爆发 主战场在香港股市 第一课中交易19亿港元 第二课中交易10亿港元 第三课中交易10.5亿港元 第四课中立即飙升到了85亿港元 一天下来港府战队就砸进去了200亿港元 也紧紧把横指拉升了88点 把内地金融民第五门看得目瞪口呆 不过他们依然表示 一定要参加明天的大决战 虽死无憾 港府战队的难点在于 既要在股市上同犹太资本正面作战 又要紧盯着会市 防止发生意外事件 而且还要在七市上 堵截犹太空单 逃亡9月份 否则就会把战线拉长一个月 那将是港府无法承受之中 股市上的股票比较多 理论上犹太资本会打压大篮筹 因此港府必须给每支大篮筹 配备一名交易员高手 28日一开始 港府战队就在所有大篮筹股票 挂上巨量买单 犹太资本也十分猖狂 仅仅五分钟 就砸下了30亿港元的卖盘 照这个速度下去 240分钟的交易时间 需要1440亿港元 而比试港府的外汇储备 只有820多亿美元 一个交易日下来 港府四分之一的外汇就洗白了 中方所有参与者都绷紧了神经 好在中央军领导亲自到现场坐镇 还让民帝武门 去对付大篮筹之外 兴风作浪的犹太资本小喽啰 港府战队算是吃了一颗定心碗 半个小时后 港府100亿港币就已经花了一分不胜 上午150分钟下来 全是成交400亿港元 港府战队松了一口气 没想到下午一开始 犹太资本就来势汹汹 巨量抛盘就向决堤的大海疯狂涌出 横止狂写300点 往7500点一路狂奔 港府战队立即在汇丰控股 砸出300亿买盘 硬生生把横止拉到了7800点上方 决战到了最后关头 16点的钟声响起 横止在7829点拉下了当天的帷幕 香港金融保卫战打赢了 交易师一片欢呼 每个人的眼泪也禁不住躲狂而出 这是一场惨烈的战斗 港府花掉了近1200亿港元外汇 获得了20多亿港元的回报 香港居民人均损失70多万港元 犹太资本则损失了超过12亿港元 是犹太资本发动的历次金融战中 输得最惨的一次 18世纪50年代 克里米亚半岛 爆发一场极为惨烈的战争 将欧洲地区的多个强国都卷入其中 战争结束后 这场本没有中国参与的战争 却意外地导致中国吃尽苦头 蝴蝶效应下 不仅造成数千中国百姓被屠杀 中国还失去东北大片领土 那么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 为何吞下恶果的 却是万里之外的中国 感兴趣的朋友可关注头条好昆奇说事 回复001即可观看